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接见了中华民国村里长联谊总会 在会中不少的村里长高喊说很高兴 因为明年要领年终奖金了 韩国瑜除了感谢村里长的辛劳之外 还对着他们爆出一个金句 他说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想 到底怎么回事呢 最新的情形我们要请陈佑来告诉我们 好 直播各位观众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午接见中华民国村里长联谊总会 而韩国瑜一见到在座的村里长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就打趣地问说 大家看起来喜气洋洋是不是有好消息呢 原因是明年村里长就有年终奖金了 而且韩国瑜再喷金句 我们一起来听 我想大家看起来喜气洋洋 最近是有好消息吗 恭喜啊 明年大家很辛苦 我们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不 不是我的功劳 好 所有在座 所有的委员 三党都全部支持 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够揽在这里功劳在身上 这三党的立法委员 大家都觉得24年来 我们民意代表的基层 所有的福利的行事待遇都没有调整 特别对村里长 这个长太厉害了 乡政市民代表 有的时候他们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 好像感觉跟长有差别 这个单官不带长 那个放屁都不想 这个长就太厉害了 为什么长比原厉害 立法委员 是原的 县议员 是原的 乡政长 村里长 县市长 部长 这个长 你就要负责到底 这个中国制的奥妙 你只要是长 张一盖下去 你就要百分之百负责到底 所以我们感谢村里长 明年大家有一个年终奖金 虽然不多 也是代表全立法院 也反映全国最新的名义 感谢各位村里长 听到韩国瑜对着村里长说 当官不带长 放屁都不想 那么这个长是对任何事 都得负上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以从这句话就可以得知 韩国瑜是深刻体认到 村里长的辛劳 而这也是村里长 这个年终奖金三读通过之后 韩国瑜首次发表相关的评论 当然韩国瑜也不懒功 他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三党立委的公式 以上是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好来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 真的是金句连连 在今天组织的 打炸司法协商的 这个陶冶协商会议时 民进党团就怒轰说 NCC是当两面人 把这个责任推给的业者 NCC主委黄文哲 却是表态赞同民众党的提案 结果双方各指一词 立法院长韩国瑜 更要黄文哲深呼吸 勇敢把意见讲出来 而且还引用了些后语 五大狼放风筝缓格气氛 让他直接讲大白话 这个NCC心态可以 我这样讲白了 你们两面人在做来做去嘛 我不请你在想什么 刚才在这里说可以 没问题 现在等一下一问 黄主委 深呼吸 勇敢 黄主命 勇敢讲出来 请你再说明 是这样这是 可以的 也要请 请 NCC请黄主委 来 不用客气 请直接讲 通常会 通常会其实我们每个月 我们的三个居处 大概两百多个人 我们每一个月 其实我们大概有 分十几批人 其实固定的在查核所有的 这个我们电信通路 那我们最近内部 其实也有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 查核的这些结果 也对外公布 这五大郎放风筝啊 光看风筝 那个手在哪里 你到底答案是什么 我还是听不太懂 这个手在谁身上 在五大郎身上 你到底结论是什么 请表达意见 好 没有没有 你还没 我们让NCC主任秘书 直接再表达一次 没关系 所以没关系 我们再讨论 没问题的 大陆海警船 再度的袭扰金门水域 而且阵仗是越来越大 韩群署表示说 在上午接近七点时候 金门南面海域 有四艘的大陆海警船 分别的同时 接近的四处 我方的限制水域外的界线 而海巡署立即调度了 四艘的巡防艇 全程踩一对一的监控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 大陆海警船 才完全的驶离 而海巡署表示 这是大陆海警船 今年七月 第一次编队航入金门水域 今年以来 累计已经有31次 侵入我方的管辖水域了 谢谢你 值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